條件免疫真的是太重要了 比方說COVID 流感 接下來的天氣等等 或者預防感冒 以及我們剛剛提到 居然有一些病毒跟癌症有關 這都跟我們的免疫力相關 所以謝敏你說有個動作 大家平常甚至現在在看電視 大家可以站起來跟著一起做 這個動作特別好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一邊做一邊看健康2.0 兩位也站起來吧 怎麼做呢 這個做法很簡單 有沒有大家想起一個古早的銅腕 就是那個鱗骨 就是在咚咚咚咚咚那一個 咚咚咚咚咚咚 我們現在就是要模仿這個鱗骨 我們自己變鱗骨 我們自己變那個鱗骨 它的具體做法是這樣子 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 也是有點挑戰 我們要把我們的兩隻手張開 手指用力的伸直 這有什麼挑戰 好 常任在於說 看你的慣用手 通常是右手 希望你的掌心 走走心跟心口 是同一個平面 我們叫三心同面 這還真的 因為第一個動作 你看像我這裡 就這個字 對啊 可不可以自己可以調整一下 對得近的調整一下 調整到手肘面朝前 手掌再往後翻 大致 會越做越熟練 它可以把你的筋鬆開 三心無法同面的人 你的筋筋筋膜 就是有一點扭轉 有 凱雲 我現在調回來了 右邊調回來了 對 光是這個就有 已經完成第一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是 好 來 所以第一個部分是 不要想說手指 只是往外舉用力而已 基本上你的手掌 還有我現在又回去了 所以真的是要 慢慢自己看怎麼調 這裡跟這裡 然後跟心臟都是要往前的 同一個平面 也就是說手肘面朝前 手掌面朝前 這是最主要的關鍵 可以請你的家人啊 你對著鏡子去調整都可以 做到這一招 其實對肩頸痠痛也很有幫助 好 那做得 凱雲很棒耶 有比剛剛好 有比剛剛好 手指頭再張開就好 張開 然後張開 對 好 第二個步驟是在 在這個姿勢之下 你的骨盆可以左右 好像在鄰骨這樣子去搖動 那為什麼是跟免疫力有關 其實中醫在講免疫力 是叫胃氣 保胃的胃 而胃氣出於下膠跟中膠 也就是橫隔膜以下 到骨盆腔這裡 所以我們盡可能就活動到 這個地方的結構 讓它的循環變好 然後它就可以 可以調整你的腸胃 還有調整你的丹田 讓你的氣可以往上提 免疫力可以 那如果大家做久一點的話 像吳醫師的肚子就可以削嗎 其實會喔 這個動作會建議 做5到10分鐘以上 如果說做熟練 還可以做到30分鐘 其實做5到10分鐘 我估計大家一定會覺得 肚子有點痠喔 真的喔 因為肚子開始有點痠 就可以休息 然後廣告時間 看完之後再起來繼續做 OK 鬆身搖助攻 所以這是對於免疫方面 特別有關的 那一分鐘 一天大概可以做5到10分鐘 每次做5到10分鐘 你想要做幾次 就看你有多有時間 OK 好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 鄭凱昀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 沒錯 及了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